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回到正题 刚才也说过 肝和神是互相相关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中医经常说肝神同源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肝神是互相配合来发挥他们的功效 如果说到肝脏是一个最大的排泄器官 解读器官的话 肾脏就是排泄系统里面的一个负责人 所以互相是有一个相互相成的功用 是帮助我们身体 将肝脏产生出来排泄物 然后由肾脏这个负责人 将它去处理 去排泄了出去 就不是这样说 它们是要肝神同源 因为其实到现在有一些研究报告显示 如果我们有肝炎病毒影响的话 有机会导致肾炎 之后有两至三成的患者 肾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甚至走向肾衰竭的现象 虽然这是一个小规模的研究 不过目前来说 医学界都有一个共识的结论 就是说 如果你的肝炎病毒感染的时间是越长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的肾脏的免疫沉积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越严重 所以就更加之容易 令肾功能会慢慢变得比较差一点 也都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其实看到 如果你说由肝脏病毒造成肾脏的衰竭的时候 估计五年之后有机会会令10%的患者 所以是完全是肾脏修复备了 需要做一个洗肾的动作 而且这个也是会衍生到肾病症后群的东西 由肝病的内补影响 而形成一个肾病症后群 那肾病症后群的范围是广阔的 包括了打默尿 另外就是一个血压受影响而造成一些高血压 还有肾脏功能变差和一些高血脂 令到你有血栓的现象甚至乎泼血尿等等 其实都是这个肾病症后群会造成的问题 而到今天有什么原因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肛脏有什么功能 还有为什么要去保护它 我们在这幅图里面看到肛脏是一个 身体里面最大的化工厂 它兼具了几个重要的功能 包括加工制造、垃圾处理和毒物管制 加工制造的话就是把一些蛋白质 或者一些胆固醇这些东西 帮助我们合成我们身体需要去运用的东西 包括了可能会是制造一些凝血的因子 各种各种的荷尔蒙 或者是胆酸等等 其实都是由肛脏去制造的 另外垃圾处理就是把我们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转变成一些废物 然后随着小异便便便排出体外 还有其实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帮我们 除了是代证完食物之外 如果有毒物进入我们身体的话 它会帮助我们做一个解毒的功效 将一些有毒的东西转变成无毒的东西 然后随着一个排泄的功能便便排走 所以你说到肛脏对我们身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而且肛脏来说是一个沉默的排毒主象 因为肛脏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器官 它负担其实是超过了500种以上的生化工作 都是由肛脏来制造的 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 它其实每分钟可以帮我们去净化1.5公升的血液 说1.5公升是这么大的水 还有每分钟 所以其实它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为什么会叫做沉默的主象 就是因为它没有痛觉神经分布在肛脏上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忽略肛脏的照顾 往往就是去到肛脏是很严重的时候 它会影响肛脏附近的器官才会感觉到痛觉 所以就会令到我们很容易忽略了病情 而导致在一个末期的时候才是留意到的时候 当然想去补救也会比较难补救得到 而至于为什么会令到我们的肛脏那么容易有毛病 其实看到有很多的肛脏毛病 其实都会衍生到一些更严重的问题 因为包括了可能是一些感染 包括了可能是一些病毒的感染 病毒的伤害 或者其实你平时的生活习惯不好 可能会容易累累压力等等 其实或者一些代謝障 或者可能一些三高的现象 或者是代謝症候群 就是三高高尿酸这些问题 其实都会导致我们患上了不同的可能是急性的肛炎 而急性肛炎如果你一直不照顾的话 其实有机会形成一个慢爆性肛炎 甚至是慢慢衍生到一个慢性肛炎 所以肛炎如果你一直不离它 我们还会叫做三步曲 就是肛炎之后就会肛硬化 最后就会肛硬化 除了你说上面的肛炎的变化之外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的变化的形式 就是可能是喜欢喝酒 或者其实喜欢吃肥膩的东西 其实都会导致一个脂肪肛 而喝酒更加会导致一个走精神的肛炎 一样你一直不理它的话 一样都会衍生到肛硬化或者肛硬化 因为刚才也说过 我们的肛状是没有神经的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在前期那里忽略了它 然后可能去到后期 可能去到肛硬化肛硬化才发现 但其实就变了很难去逆转 将来用肛状去修复回 所以更加之要是早期就要去照顾我们的肛状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令肛状受损呢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生理和饮食习惯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加重了肛状的负担 第一个就是说肛状的休息时间 你会看到肛状其实他的休息时间 就是在凌晨的1点到3点 但是现在因为资讯科技太发达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那些人去到1点左右 或者是2点左右才睡的 但是这里说1点到3点 应该你已经是完全熟睡 才能给肛状做到他的休息 还有最大的功效去帮我们做血 和去淨化我们的身体 所以如果你在这段时间没有休息的话 其实都会加重了肛状的负担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饮食 习惯都会加重了肛状的负担 你可以看到其实在新闻都看到 超过4分1人 就是25%的成年人 其实是患有脂肪肛的 为什么会患有脂肪肛呢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都会大鱼大肉 这个是和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不良有关的 这个脂肪肛其实可以形容为 就是吃回来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平时喜欢饮食叫做西化 就是常常都会是多肉 小菜 又或者是现在香港人喜欢吃是宵夜 加上就是比较少运动 所以就会是令脂肪代谢不到 然后就会在我们的器官上积聚 就形成了脂肪肛 而脂肪肛你一直不理的话 可能会有肛炎肛癌发 这些肛癌等的现象就会产生了出来 所以更加要在平时的生活习惯 要是改善了 而造成脂肪肛的高危人群 其实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肥胖的人士 因为肥胖通常都是负责 会有三高的问题 就是高脂肪 当然了 就会令到我们 满上脂肪肛的机会率都会比较高 第二个就是喜欢喝酒的人士 因为酒精来说会造成一个就生性的肛炎 以来酒精也是一个很高卡路里的东西 所以常喝的话都会增加了患有脂肪肛的机会率 第三个就是喜欢吃肉类的喜分者 因为吃肉类很多时候 肉就不是只是蛋白质的 好吃的肉通常是怎样呢 要扔一些肥膏 所以你这样吃下去的话 其实都会增加了脂肪的吸收率 一样会增加了脂肪的机会率 而第四个就是年长者 因为他们的代謝率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一点 代謝脂肪的机会相对来说 功能都会比较下降了 第五个就是比较少运动的人士 少动的话 其实你的代謝本身都会比较差 只不然满上脂肪肛的机会率都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看到这里其实很多都是因为 就是经常吃东西 再加上少动的话 就会形成了脂肪肛的 而脂肪肛来说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有些人 其实他就会有个误解 以为是肝脏表面 布满了脂肪 其实就不是的 脂肪肛是说这些脂肪 是进入了肝脏细胞中间的位置 所以你会想象到 在我们的细胞和细胞中间 那么多的脂肪阻止它去做事的话 自不然就会令到肝脏的功能 就会变得会比较差一点 发挥不到它所需要的效果 而长期这些高血脂 就会并发了很多不同的肝脏病变 以下有些图画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不太好看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 怕看到一些比较糟糕的画面的话 那其实可以不看这个视频 我所想说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高血脂的时候 其实就会造成了肝脏受损 变成脂肪肛 就好像这幅图 你看到其实看上去肝脏都会比较肥大些 和油腍腍的 其实就好像一个鹅肝 因为太多的脂肪又消化不完 自不然就在肝脏里面 就会累积了很多的脂肪 如果肝脏肝的肝脏 其实你一直不理它 其实肝脏的功能变差 同时就会导致一些损害 损害其实就会令我们发炎 发炎完之后 好像我们皮肤受伤都会结巴 肝脏一样都会结巴 令到它就会变成一些纤维化 或者叫做肝硬化的现象 肝硬化了 其实已经影响了肝脏的功能 如果你一直不理它的话 其实功能就会下降 甚至乎可能会导致一些异常的作用 甚至乎最严重的 就会变成肝硬的问题 就会产生出来 所以其实就是肝脏毛病 三部曲很容易就会这样衍生出来 也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我们平时更加需要 除了在我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上 去保护肝脏之外 我们也可以补充肝脏需要的营养素 其中一个营养素可以帮助到肝脏的话 就是这个五味子 因为其实五味子来说 它本身可以帮助肝脏做到一个修复 以及去照顾肝脏的功能 因为五味子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解毒细胞的作用 同时间它可以帮我们的肝脏降低了下去 但是因为五味子就这样吃的话 其实未必发挥到它最好的效果 因为那个食物的吸收利润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有限一点的 所以如果你说想更加好 去发挥到这个五味子的功效 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的补充品的形式 因为可以帮助它的效果 发挥得更加彻底 也会更加容易给我们人去吸收到 做到个阳光和做到一个修复的作用 而我们的五味子精华 其实它里面除了五味子的雪取物之外 其实它里面你会加了其他的营养素 像是维他命A、C、E和抗氧质西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抗氧化营养素 所以就用这个1加4的组合来说 其实就可以支援到我们日常的免疫功能 同时间就可以保护肝脏 避免着一些抗氧化的一个保护照顾着它 除了五味子精华之外 其实补肝的时候都建议去补充多些纤维 而当我补充纤维来说 其实世卫来说一天就会建议是需要补充 大概是25-30克的纤维 而当中应该是大概是四分之一 就是大概是6-8克就是来自水溶性的纤维 再配合一些低脂和低胆护上的饮食 所以有效地去保持心血管的健康 那么世卫建议来说 其实怎么可以补充多些的水溶性的纤维 其实它就会建议就是吃这个燕物的 那美国的这个食物及农业的一个监管的组织 FDA 其实它就认定了燕物是一个功能性的食物 它就具有降低胆固醇和平稳血糖的功效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就是这个水溶性的纤维 那水溶性的纤维其实对于我们的肝脏照顾 其实它怎么可以发挥到的功效呢? 我们就从下面这一幅图里面就看得到的 你会看到其实我们的肝脏它就会是由血液里面 就拿一些胆固醇 然后就去制造了一些胆盐 暂时就存放了在我们这个胆盘里面 然后当我们就进食了一些油脂类的食物的时候 其实就会由这个胆管分泌胆盐进去小肠那里 就帮助我们去消费一些脂肪性的食物 然后用完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很环保的 会做回一个回收的动作 将这些胆盐就会回收回血管 然后再经过血管的存体 就去肝脏那里继续去储存在里 直到下次这样用的 所以其实你用完之后又再去还原 其实就会相对来说 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胆固醇的量 其实就会没有什么变化的 而这个水溶性纤维呢 其实它的功效呢 就会是消化完这些脂肪性的食物之后 其实这个水溶性纤维呢 会将这些胆盐会结合 然后随着我们的大便 就会把它排走了 也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少了这些胆盐 只不然我们的肝脏就会继续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再用其他的胆固醇 再製造一些新的胆盐 也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其实它就会帮助我们 就会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 就帮助我们维持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的水平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分量 而至于 虽然刚才说过 燕蜜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始终了 外面买食的时候 都要留意营养标签 因为其实你会看到 这些都是我市面上找到的一些燕蜜类的食品 怎么知道它是燕蜜类的食品 首先第一个就是看它的成分 第一个就是它最主要的成分 这个都会写着是燕蜜的 然后你看它的营养标签 其实你会看到它的水溶性纤维 其实都大概是它一份里面的整个的纤维 大概佔了一半左右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水溶性纤维 但是问题 其实市面上卖这些产品 通常燕蜜 如果大家有吃过 就是用水煮的话 其实是淡某某 是比较像江湖那样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色 所以其实市面上这些燕蜜类的产品 为了要令它更好色 很多时候都会加了一些糖分进去 以糖分来说 其实你看到 这里一份的燕蜜 都大概加了9g或者10g左右的糖分进去 9g、10g左右的糖分 就是相当于大概是两粒方糖的分量 而世卫建议一日的糖分的摄取量 其实就不应该超过大概是4-5粒的方糖 所以你说就这样吃一个早餐 这个燕蜜类的早餐的话 其实已经吃了一半的糖分进去 而太多糖分的卖 又会导致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健康的问题 所以当然了 理想的卖当然就会减少了这个糖分的吸收 那为什么可以减少糖分的吸收之外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摄取一些纤维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有这个营养纤维粉来帮助我们 你看到营养纤维粉 其实它里面每一个食用分量 就含有6g的纤维 同时就含有水溶性纤维和非水溶性纤维 我们6g里面的水溶性纤维大概有1.7g的水溶性纤维 就是大概是1.4的水溶性纤维在里面 所以其实它也会帮助到我们的身体去降低胆部上之余 而至于其他的非水溶性纤维也会帮助我们去增加我们的大便的体积 就是帮助我们去长导蠕动 就令到我们没有这个便秘的现象出现 还有其实它里面的纤维粉可以配搭其他的康布罗的产品一起来饮用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方便可以帮我们去摄取到一个纤维分量的产品 而除了肝脏要保护之外 刚才也说过肾脏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会见到我们肾脏原来都是一个排斥的负责人 它会帮助我们去排斥了一些代謝的废物 就是随着这个尿液 就是将一些代謝废物 像是尿酸、胺、多月的盐分等等 其实是随着尿液去排走它 同时它会用这个尿液来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的水分 电解质和酸碱的pH值的平衡 还有原来腎脏也会帮助我们分泌一些荷尔蒙 包括它会帮我们分泌一种叫腎素的东西 这个是帮助我们去调节血压 还有这个红血球的伸成素帮我们去调节血液里面的红血球的分量 还有成钙素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转化这个维他命 转化成一个活性的维他命D3 然后就帮助这个钙质的吸收 所以这个肾脏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而至于其实肾脏发生毛病的原因来说 都会有分先天性和后天性 先天性的原因通常都会遗传 所以其实发病年龄通常都在青少年以前已经发病了出来 而至于后天性的一个肾脏病 其实有很多原因会导致的 包括了作为一个急性或者慢性的发炎 或者是变性 就是好像是急性的肾炎可以是一个原发性 就是原因不明 又或者是一些计法性的原因 包括了糖尿病 肾脏病 高血 药物的使用 就是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感染等等 或者是一个自体性的免疫的毛病 都会造成一些急性的发炎 如果你的急性发炎不理的话 或者他完全没有传异的话 也有机会会衍生到一个慢性的神小球的神炎 又或者是有其他器官 就是刚才说的肛脏的毛病 造成一些神病症后困都有机会会发生的 其次其实是一些病毒的感染 或者阻塞着尿道的话 造成一些尿道感染 或者是肾结石的现象 也都会造成一些肾脏的疾病的原因 还有其他疾病引起 包括了一些三高现象 高血压 糖尿病 痛风 这些食物 所以其实这个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肾衰竭的主要原因 容易造成肾脏病变的毛病 包括了糖尿病 高尿酸 尿道结石 红斑性狼瘡 高血压 高血脂症 被尿道感染 和肝病 头四个 即是糖尿病 高尿酸 高血压 和高血脂 都是吃回来的 所以就是刚才说过 为什么它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会容易导致到肾脏的毛病 而肾脏来说 你会见到肾功能受损 如果肾功能就算剩下一半到三分二的功能 都仍然是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 你要去到肾功能不存 即是肾功能只有四分一度 你才会慢慢发现到一些问题出现 而慢慢导致 就会形成肾衰竭的现象 即是肾功能有90% 已经是爽生的功能 已经是需要它快要洗神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么迟发现到症状 就因为我们的肾脏和肝脏是一样的 它都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分布 而且再加上肾脏的毛病 很多时候它那个时间都会比较缓慢 和没有症状 所以很多时候一样 发现已经是达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 那么当然了 就会是要照顾起来 也都会比较麻烦 和手未长 这样的 所以都是一样的 一开始已经需要照顾我们的肾脏 一样的 而且除了肾毛病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的 谋误 其实有些人都还没教得清 第一个就是尿液有泡沫 其实是否就等于有蛋白尿 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可以在这个checkbox看下答是还是不是 大家觉得哪个答案是对的呢 尿液有泡沫 是否就等于蛋白尿 我看到有人答yes 有没有其他答案 有没有人会答no 有没有人会答no 其实这个答案就是no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 就是小便起泡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主观的感觉 理论上来说 其实如果你说小便 尤其是蓝士 站在那里 其实它射下去的冲击力 其实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在一些泡沫 所以其实有泡沫 就不一定是蛋白尿 我们要看看泡沫的特性是怎么样的 因为如果你说冲击力造成那些泡沫 其实很容易就会比较 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些 和会比较容易散的 但是蛋白尿那种泡沫来说 其实它是很小很微小的 而且其实它会比较黏稠 没有那么容易化开的 可能你等了十几二秒 它仍然是一堆密布了在水面上面 所以这些才是叫蛋白尿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肉眼可以分辨得到 那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见到 怀疑的话 最正确的一个容易间别的 当然了 就是做一些尿液的分析 就看看我们的尿液里面 是不是含有过量的蛋白质 糖分 白血球 紅血球 或者其他物质等等 那另外有一个问题 就是 神规是否等于神衰竭 常常都会听 神规 常是华人 就是说笑都会 但是是否等于神衰竭 又看看大家答什么问题 是对还是错 有人回答No 就是不是 是否呢 有人回答Yes 你们两个都是回答No 那这次就对了 神规就不是等于神衰竭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神规来说 它的来源就是由中医的说法来的 它和神衰竭是不同的 因为中医的神规 其实它是说的一个经罗 叫做神经的 这个经罗来说 其实主要来说 是控制住 就是我们的精力那方面 所以中医说的神规 是说你不从心 很容易累这个现象的 很多时候 其实只要懂得休息 不要过度看你透支的话 因为很多时候神规的人士 可以不弱而鱼 然后神衰竭 其实就是偏向西方的西医的说法 因为神衰竭就是说 我们的肾脏器官出现了问题 就是神功能极度减退的时候 身体产生了这些细菌 无法排除体内 引致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和症状 这才是神衰竭的 所以就要搞清楚这两件事 而神衰竭 刚才也说过 是一个最严重的现象 所以我们就尽量要避免 不要出现神衰竭 一样就会在生活和饮食习惯 开始照顾之外 一样都可以补充一些 保护肾脏的营养素 在保护肾脏里面来说 其实第一件事 我们就是需要去清除自由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慢性神衰竭和洗神病人 最大的死亡原因 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第一位就是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就会产生了出来 第二位就是因为感染一些毛病 它本身又已经是身体比较差的时候 所以就会并发症 而造成死亡的现象 第三位就是会衍生到一些癌症的现象 产生了出来 所以其实最理想 我们当然了 就是避免了这些并发症出现 清除了这些自由基 因为其实自由基 就是引发了这些死亡并发症 原因的一个缘冲 那就是一个抗自由基 那就是对抗脑化抗氧化 这样就可以帮我们预防 或者是减少了这些并发症 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伤害 而在我们的产品里面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抗氧化的效果 其实我会是建议 可以用这个老师来帮助 因为其实老师他本身 他里面含有很多植物性的抗氧化元素 包括了有很多不同的十字花科的一些蔬菜 同时间其实也会有茄红素在里面 当然了 去帮我们去抗氧化之余 其实他也会是一些帮助我们去保护肝脏 提升他活性的一些成分 所以其实叫做一举两得 又照顾到肝脏和肾脏 同时间也有做到抗氧化的功效 而且其实我们的老师抗氧化精华里面 其实他就含有很多不同的高抗氧化的草本 包括有迷日香、十字花科的蔬菜、番茄、茄红素、丁香薯尾草等等 其实在市面上都会比较少 有这么多不同的高抗氧化的草本成分 是放在一起的一个独特配方 而且他最理想的话就是食欺任何体质的人士来使用 所以其实平时来说都可以建议去补充多些 这个老师抗氧化精华 就做到一个身体基本的保护和抗氧化的功效 除了老师抗氧化精华之外 另外其实也都可以建议大家去补充多些的大蒜 因为大蒜来说其实他一样都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 同时间其实他有一个杀菌的功效 强力的杀菌就在里面有一个大蒜的数 就是含有这个流质在里面的 可以帮我们杀菌避免着一些发炎的现象 做到一个抗发炎的保护 避免着一些肛炎和肾炎的现象的产生 而这个大蒜对于肾脏的保护来说 其实你会见到有论文结果显示 大蒜数就可能是这个慢性的肾病 降低高血压和氧化压力 以及改善肾功能障碍里面 其实可以发挥到的作用 还有研究显示的大蒜数 具有抗高血压肾保护 心脏保护和抗氧化的作用 这个研究报告显示 它那个功能可以对比 这个叫做LSARTAN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是一种药物 就是做中文叫做绿沙坦 这个药物来说 其实可以帮我们阻止了一些血管的收缩 从而就会增加了心脏的血流量 其实大蒜就可以比美它 做到一个抗高血压的保护 那为什么会帮助呢 其实在另一个研究里面也显示 其实就是将两批人分批 就看吃这个大蒜 就是每一天都吃20克的大蒜 20克的大蒜 大概是一个的蒜头 整个生蒜头 就等于20克的 有食的人士你会见到 其实他的血脂和无食的对焦组相比 是会下降了17% 而坏的胆固醇也会下降了12% 同时间好的胆固醇是会有上升 那么血压也会下降的功能 所以就这里就会提到 其实大蒜对于这个血脂来说 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血脂正常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刚才说过 一些脂肪的现象 或者对于我们肾脏的一些 心血管的一些并发症 也有一个照顾的功效 但是就是问题了 就是大蒜 其实它里面含有这个流质 叫做流氨素 其实如果你说吃得太多的话 有机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烈膜 所以其实也不太建议吃得太多大蒜 那怎么算好呢 那其实这个解决的方法 就当然了 一样都会用一些的 补充品的形式来帮助 因为我们这个香蒜片 一来就有这个 诺贝尔医学得长主 这个Dr. Yenaro的一个推荐 就帮助我们可以照顾到 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之余 因为其实这个香蒜片 一粒里面 它那个的抗氧化功效 已经等于刚才你吃了一整个 这个蒜头的功效的 所以其实它就可以好好地 去发挥它的功效 其实它就是将这个 用特殊的技术 就是将这个蒜头里面 那个辛辣刺激的部分 去除之后 然后浓缩撕水而吃的 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 就好好地做到 抗氧化的功效 那同时间 其实我们会经过 很多严格的农药 重金属的检测 就确保了它里面 是安全的 被一个使用者去使用的 而说到这个检测 或者是安全性 其实这里也会很开心 和大家介绍 其实我们公司 最近也拿了一个 叫做企业奖项 就是亚太区 最佳营养品的品牌 其实这个就是表扬 我们在服务的 和创新领域方面 达到这个卓越表现的品牌 就代表着我们一直以来 就遵从这个 从种子到产品的理念 就是用一个最严格的规管 就是我们的原材料 从种子开始 一个监管住到制造的过程 甚至运输的过程当中 都会监管住它里面 是没有一些污染 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上 都是一个安全 和有效的产品去使用的 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奖项 来表扬我们这样的 所以就是可以确保到 大家可以安心地使用的 而最后 其实可以做回一个少许的总结 其实如果大家想补肛由护肾 就照顾肛肾同源的 这两个重大器官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路斯抗氧化营养素 可以是抗氧化之余 又可以是保护肛脏 肾脏和肾脏 同时间 五味子一样去帮我们 去修复肛脏 还有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纤维粉 其实就可以帮我们 将多余的胆固醇清除了它 还有用香薯片 做到一个杀菌 消炎和抗氧化的功效 整体来保护我们这两个 这么重要的排泄器官 可以帮我们维持身体的健康 而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啊 各位